宋先生告诉记者 当初师傅上门安装厨房电器时 他挑选的一款方态蒸烤箱就已经弄错了 可宋先生觉得仓库工人运输检查不仔细 导致送货有差别 这也能理解 于是他就立马给商家打了电话 让商家更换商品 重新更换的蒸烤箱安装好后 宋先生发现蒸烤箱的内部托盘有磨损 玻璃上有划痕和类似油渍的印记 更让宋先生生气的是 刚装上的蒸烤箱甚至还有异味 它所有新机这上面全部是有这些节能标签 然后这些位置应该是有磨全部贴好 但是他跟我送来机制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后面 它是并没有任何标签标示什么东西都没有 包括就最连基本的一张磨 对不对 然后最气氛最气氛的就是 你打开里面就有个面包味道 新机有面包味道 做手机真的是我天大小话 事后商家又告诉宋先生 这是样品机是仓库工人送错了 这三件电器都是宋先生在五月广场方泰旗舰店买的 一共花了两万七千多元 可钱花了却没能让宋先生省下心 反而让他一次又一次着急上火 随后宋先生和记者一起来到了五月广场 方泰旗舰店了解情况 店铺老板和先生承认 宋先生家里的那一台蒸烤箱确实是样品机 因为不是说我们这边故意给他送的是一台 就是说样品机过去 知道吧 是这么回事 而且那个机子我敢保证是没有用过的 何先生说 前后两次送错货 确实是仓库工人失误导致的 他们前期没有将机器货号与工人对接到位 才让宋先生一次又一次产生了不愉快 他愿意给宋先生更换一台新的蒸烤箱 同时补偿宋先生两千元 可这一解决方案宋先生并不接受 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宋先生将三件家电全部退还 旗舰店再补偿两千元给宋先生 退可以的 然后再补偿两千元 因为是错是错 我们这边我们承认 然后的话就是说 只是对消费者不愉快 其实我们也是尽力地感沟通的 不是说我们不讲理 也希望就是说他能理解这个事情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